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AB是實數 滿足這個方程式 那麼它問說A乘B 當它答最大時 那麼續對AB等多少 我們用那個算子不等式 因為AB是實數 所以A平隆是正數 B平隆也是正數 所以我們可以用算子不等式 A平方加2B平方 這個大於等於多少呢 根號A平方乘以2B平方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二分之四 這等於多少 這平方可以開出來 這根號2 開出來的話要取絕對值 所以我們就曉得 這是等於2 那這AB絕對值 它就呢 小於等於多少 跟了2除過來 就是 根號2 好,那什麼時候它有那個 什麼時候打化成立呢 當 A平方 當這個A平方 等於2B平方 這個2B平方 等號成立 等號成立 那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 A等於2B 和2B 等號成立 那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 我戴進去的話 那A的話,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絕對值A,絕對值B 那等號成立的時候的話,我把它戴進去 A的話,是根號2 B嘛 乘以B就平方 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根號2 等於根號2 那也就是說 B絕對值的話,等於B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A絕對值的話,就等於根號2 好,那我們現在呢 但是它不是求這個它的最大值 這個絕對值最大值是根號2 那你這個 這個絕對值AB小於等於根號2的話 所以我去根號 AB它就小於等於根號2 大於等於多少呢? 大於等於這個 負的根號2 什麼時候 這個會達幾大值呢? 就這個達幾大值的時候 這個達幾大值的時候 這個達幾大值的時候的話呢? 代表這個要是正的嘛 也就是說 當它同號的時候的話 這個時候的話呢? 這個時候的話呢? 達幾大值 同號的時候的話呢? 代表什麼呢? 這兩個是同號 也就是說 當AB等於多少呢? 因為 A等於絕對值 A等於 A絕對值 你根號2的說 它達幾大值嗎? 那它同號的時候的話 這個達幾大值? 也就是說 這兩個同號的時候 達幾大值? 也就是說 根號2 1 或者是 或者是 這是護的 這護的話 這也是護的 護根號2 護1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答幾大值? 根號2 所以呢 這個答案是 根號2 1 或者是 護根號2 護1